我当时是就是做了长达两年多的训练吧 非常开心 然后觉得自己很幸运 然后也有一点压力 讲戏什么的都很有耐心 然后对演员很包容 很考虑演员的情绪 猫眼电影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浩存 我在一秒钟电影中饰演刘闺女 太平常了 我当时是就是做了长达两年多的训练吧 然后感觉好难啊 比考大学还难 但是我有一直坚持 就是和我一起PK的小朋友们也都很优秀 所以难的地方很多呀 就是导演会找老师给你做练习 其实有些练习还是挺难的 然后就是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的那种 不同类型的 所以他不是所有都是跟你本人很像的 所以挺难的 非常开心 然后觉得自己很幸运 然后也有一点压力 我觉得谁拍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都会有压力吧 我也不知道压力来自哪 那你觉得导演选择你成为刘薇里人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自己的角度去看的吧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也没有学过表演 导演也没有跟我说过 他为什么要选我 没有跟他合作之前 我觉得张艺谋导演就是很 肯定是很严厉吧 然后合作都发现 他其实不严厉 而且讲戏什么的都很有耐心 然后对演员很包容 很考虑演员的情绪 所以 我刚才要说什么 我演戏的时候 确实是很放松 很踏实 就是能够像导演那样 比较专注于自己的表演 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 就是不用有那么大的杂念 就是还是挺快乐的 完成了那个表演 当你不知道怎么去演的时候 就有点一些建议 直到会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有的时候 就是没有那么有经验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所以导演他就是 对我帮助很大 他很耐心地给你讲戏 然后达不到就再来 就是他都会用他自己的方法 就去帮你调节 或者帮你梳理 然后你调整好形态 调整好状态就可以继续 我觉得舞蹈对于我来说 就是在演戏方面是非常辅助我的 因为我十年的专业舞蹈的学习 就是让我对身体的控制力 就是较高一些 这样子的话像 不贴近自己的人物角色 你就可以用身体状态去接近他 比如说我这次是个小男孩的形象 我就可以用我的身体形态 表现出小男孩姿势什么样子的 所以在演戏方面 还是帮助我挺大的 那你说到小男孩吗 你自身的性格会跟这个很像吗 大概一点还是说比较害羞一点 我是就是那种比较开朗 比较活泼的那种 小男孩也还好 那你本人跟刘闺女最像的一点是什么呀 我跟刘闺女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就不是本色出演 你非得要这个东西干吧 做灯照 其实我在这个拍戏之前也做过很多练习 然后我也会跟导演讨论剧本 导演也会跟我讲 那个年代的人是什么样的 他们有多朴实 以及他们都会干什么 然后就是跟我说 多说一些那个年代的事情 让我多了解一下这些人物啊什么的 从而让我在电影中表演的更自然更真实一点 那你有没有看过导演之前的一些作品吗 然后去了解那个年代的人物 我有看过导演的一些作品 包括他自己演的我也有看过 你把所有作品都看了 你把所有作品都看了 我也不能说是所有 但是我能看的我都看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印象比较深刻的很多 但是我挺喜欢英雄还有红高粱 一秒钟 在地装上 大家也觉得说 这可能是史上最强的女孩之类的 这种方式和习惯上是怎么去揉入这个角色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穿着这套衣服 因为导演让我每天都穿着这套衣服 从开机到杀青 从先开始你就到停机之前 你都穿这一身 然后他是想让我从生活中 也更融入一下这个角色 这样对于我这个新人来说 可能会有很大的好处 在演戏的时候 就是能够更贴近这个人物角色 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 然后在表演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 所以那套衣服就是从开拍到结束 就一直穿着 中间没有做过任何一种 好像就是一直穿着的 因为它去做脏 做旧 顶多就会有一些沙子 所以你的头发也是一直保持没有 像流浪汉一样每天 我这个头发就是脏的不行了 要把它洗一下 我有一点不好意思 你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我觉得添加在一秒钟的色彩嘛 但我希望我将来的这张白纸上 可以是丰富多彩的 但是不要丢掉自然 反正努力拍好每一个电影吧 所以你在演技上也是有最求的吗 我当然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好演员了 张一老师范薇老师 张一老师范薇老师 我没有感触到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我那两个小辫还挺可爱的 还是粉色的那个皮筋 我希望我还是能脚踏实地的就是保持初心 努力认真地把这个作品都塑造好 就是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吧 生活中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成为一名演员了 就是我的工作是把作品拍好 还有啥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一个是悬崖之上 在那里我饰演的是一个特工 然后另一个是送你一朵小红花 它是12月31号上映 然后我在里面是饰演一个当代的年轻人 都很好看哦